另外要提醒爸爸妈妈一定要随时留意孩子的安全了 在台中有一名四岁小女童 她趁着家人不注意的时候就往外跑 结果迷路了还穿梭在车阵中要找妈妈 真的相当危险 幸好当时有巡逻的远警发现 赶快把她带到路边去安抚 后来啊女童就边哭边收出了妈妈的手机号码 远警打了好几通才终于联系上妈妈 让母女俩平安重逢 小小的身影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 巡逻远警赶紧停车把女童带到路旁确保安全 穿着粉红色上衣的小女童神情很害怕 不断哭喊要找妈妈 见到警察叔叔上前女童越来越心急 想到妈妈她鼻子一皱哭得越来越大声 远警赶紧蹲下来安抚女童的情绪 询问电话号码 才四岁的小女孩童言童语背出妈妈的手机号码 但是妈妈没接电话 这让远警想把人带回派出所安置 这时妈妈回拨电话赶回现场 妈妈紧紧抱住女儿 眼泪都快飙出来 二十号下午台中四岁的女童 趁着家人不注意往外跑 结果迷路了 找不到妈妈 幸好遇到热心远警 四岁的她能背出妈妈的手机号码 才让远警很快找到妈妈 朋友们一切线中台中报道